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蒙面财经朋友们好 上期给大家介绍了芯片产业链的一些基础知识 也讲了点中芯国际的发展历程 今天的节目我们再稍微拓展一下中芯国际的一些内容 尤其是关于超额配售选择权 也就是俗称绿鞋机制 很多人不理解这个概念 这里正好结合中芯国际这个案例说一说 第二部分就是讲一讲芯片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 也就是光刻机的一些情况 这样我们也算有始有终 两期节目把这些内容都覆盖到了 至于更详细的关于芯片产业的 尤其是芯片产业上市公司的一些情况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加入我的会员体系 在那里我们会探讨一些更具体的分析和判断 我们回到中芯国际上 上一期我们讲到中芯国际 在A股的市值达到5500亿人民币 昨天又涨了一波 涨到6000亿人民币 港股的市值是2200亿港币 可以看到A股和港股的估值差距非常大 在A股 科创板投资者给予了中芯国际的估值溢价非常高 如果是动态市盈率在350倍左右 我们说中芯国际上市的时机选得非常好 正好是科技股盛宴的尾声上市 整个科技板块的估值溢价都非常高 投资者的情绪也非常高 然后中芯国际又能这么快的速度上市 当然跟监管城的一路开绿灯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看到中芯国际在上市的当天 成交达到480亿元 A股的历史上可以排名排到第4 中芯国际A股当时全天的成交 是刚才说是480亿元人民币 占到科创板所有股票成交额的50% 可以挤身到A股历史的第4大 单支个股的成交金额 在统计上来看 在A股历史上仅有 就是2017年的11月5号的中国石油 当时是全天成交了700亿 第二就是2015年7月7号 当时国家队救市的时候 中国平安全天成交679亿 第三就是2015年6月9号 中国南车和北车合并的时候 中国中车它达到了497亿的成交额 那除了这三个以外 排到第4名就是中芯国际 上市当天的成交额达到480亿 那中石油的噩梦 估计很多投资人还历历在目 49元天价发行 套人可以说是无数 目前的价格是4块4毛5 可以说跌了90% 那中国石油呢是典型的价值投资的毁灭者 这个像这种公司如果一直拿着的话 那基本就是万劫不复了 那这次中芯国际的股价未来会怎么样呢 这个投资中芯国际的这些投资人 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命运呢 我们可以且行且看 那好接着呢我们就讲一下中芯国际的 这个超额配售选择权 也就是绿邪机制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次中芯国际的发行价格 它的发行价格呢是27块4毛6每股 那发行股数呢是16.85亿股 但是因为有这个超额配售选择权这个机制的引进 所以它就会向投资者多发行15%的股份 也就是总计发行115%的股票 那你用16.85乘以115% 也就是19.38亿股 就是等于它一共发行了19.38亿股 总共拿到手的资金呢是525亿元 那其中呢456.6亿元 也就是对应的100%的这部分股数呢 先给到中芯国际 那剩下的对应的15%的股数的资金呢 也就是68亿的资金是握在投行手里 在中芯国际这个案例里呢 就是给了海通证券 那海通证券握着这15%的对应股数 对应的资金它干嘛呢 它等着看 就如果股价呢在30天内 只要跌破发行价 它就用这笔钱在股票市场上买入中芯国际的股票 那如果在发行价之上呢 它就不买 就等到30天以后 按照发行价再从中芯国际手里买 所以站在这个中芯国际和投行海通证券的角度上呢 他们当然希望上市以后股价一直维持在发行价之上 因为这样的话对他们都有好处 中芯国际30天以后呢 可以发行另外的15%的股份 从而拿到对应的68亿的资金 那海通证券呢 还可以赚到对应的承销费 所以往往上市公司和券商呢 都希望通过各种手段啊 方式啊 力量啊 把这个股价啊 在这30天内维持在这个发行价之上 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判断啊 在8月16号以后 也就是30天后 海通证券全额行使这个超额配售选择权之后 也就是中芯国际拿到那最后的15%股份 对应的68亿资金以后 那基本维护啊 中芯国际价格的各种力量呢 也就是随之会消失啊 自此呢 中芯国际的股价呢 很有可能踏上漫漫雄土啊 这是我的一个判断 那好 这是给大家补充了一下这个中芯国际发行上市的一些情况啊 尤其是讲这个超额配售选择权 那很多人不明白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其实呢 很简单啊 就是一开始他按照115%的股股数 向投资者超额发售了15%的股份啊 就是总共发了115%的股份 那超额发售了这15%的股份 对应的钱呢 先给到投行 用来稳定股价 那股价呢 如果跌破发行价 就从市场上买 那股价呢 如果在发行价之上啊 就是30天 这30天都在发行价之上 那就是从发行人这个手里去买 啊 到最后最皆大欢喜的模式是什么 就是这15%的股份呢 全部都从发行人手里去买啊 这样呢 你好我好大家好 发行人呢拿到了另外15%的超募的钱 那投资投行呢 也拿到对应的成效费啊 就是最好这个股价在30天之内 不要跌到发行价以下啊 跌到发行价以下呢 就得用这部分钱去在2G市场拖市 就是去买 那如果在这30天之内呢 都在发行价之上 那对这个发行人就和投行都非常好 因为这样的话 这部分钱就可以归到这个发行人上市公司手里啊 都募集到这个上市公司手里 好接着呢我们来讲一讲芯片啊 产业领域皇冠上的明珠啊 也就是在在航空业呢 大家称航空发动机啊 是工业皇冠上的明珠 那在半导体领域呢 光刻机啊 就是人类之光 这个皇冠上最耀眼的那颗明珠 那它呢是集合了人类在各个精密仪器领域的结晶啊 涉及到很多这个精密的系统 比如说这个精密光学啊 精密运动啊 精密物料传送啊 还有高精度的微环境的控制啊 各个领域的极大成者 那可以说是半导体设备制造领域里面 技术含量最高的设备啊 也是当然也是最造价最高的设备 那一台最贵的这个集子外光刻机的造价 高达1.2亿欧元啊 而且还在涨价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张图啊 简单看一下这个光刻机的这个产业链 那可以看到光刻机的核心组件呢 也是由各国协同啊 加工制造而成的 里面的制造商呢 有各国的制造商 有德国的美国的日本的啊 这个和各个国家的都有啊 其中有一个这个镜头叫蔡司啊 德国的蔡司啊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器件 所以你看到这个光刻机 你就知道这个东西 它真的是一个极大成者啊 它是各个领域的最尖端的技术 集成在一起啊 做出来这个光刻机 好 接着呢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刚才讲了 刚才讲了光刻机的这个价格啊 集子外的那个最贵的是1.2亿欧元 那光刻机呢 它也有个演变的过程啊 大家看这个图啊 它从1970年到2020年 它也是一步一步演进过去的 那真正呢 有一个巨大的跨越啊 就是在这个集子外光刻机 这一块呢 有个非常大的一颗这个跨越 那中兴国际呢 在2018年就向阿斯麦下了一个单啊 想购买一台最新的集子外光刻机啊 但是呢 由于种种的阻碍 那到现在呢 还没有交货 那好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光刻机啊 就是这个核心设备 它就属于第几代啊 就集子外光刻机呢 它实际上已经属于第五代的这个光刻机了啊 成本的非常高 然后技术技术突破呢 也非常困难啊 一会我们再可以具体讲一下 当时它是怎么突破的 好呃 当时这个中兴国际之所以没有 迟迟还没有收到这个光刻机啊 有很大的一个原因 也跟这个瓦森纳协定有关系 那大家看这个瓦森纳协定啊 它是对呃 出口这个军民两用的里面一个尖端技术的 有一个控制清单啊 这个瓦森纳协定呢 有40多个国家在里面啊 但是其中呢 不包括中国啊 大家可以看这个图 可以看到中国啊 包括非洲一些国家 还有南美的一些国家不在里面啊 但是主流的一些发达国家呢 基本都在里面啊 这42个成员国 好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股权结构啊 这股权结构呢 阿斯麦的股权结构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先看右边啊 它是美国的资本 有两大集团啊 一个是资本国际集团 15.2% 还有一个贝莱德集团 6.52% 还有英国 还有一个吉福德集团 然后左边呢 这三家是怎么进去的呢 就是三星 台积电和英特尔啊 这个就是在研究 机子外光刻机的时候 他们进去 因为当时研究这个第五代光刻机啊 这个机子外光刻机 大家心里都没底啊 阿斯麦也害怕承担过高的研发费用和研发风险啊 所以就引入了客户 让客户呢 拿钱来参与这个投资啊 所以你当时可以看到他们一共啊 当时投了是看三星的投的是5亿啊 5亿啊 台积电投的是8亿 英特尔投了41亿啊 可以看到当时一共投了将近是55亿啊 50多亿的这个欧元的资金去支持阿斯麦去研发这个第五代的机子外光刻机 那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呢 啊这三位 这三个股东呢 才加入进来啊 三星台积电和英特尔 那在2019年呢 他就阿斯麦的向客户交互了26台机子外光刻机啊 这个呢 是一个技术的极大的跃升啊 极大的一个跃进 那整个这三家三星台积电英特尔进去以后呢 他们一共持股了23%的股权 再加上再看右边的这个美国和英国的啊 也有20%多的股权 所以说这个阿斯麦的股权是非常分散的啊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这个光刻机的一个市场竞争格局啊 那光刻机这块呢 基本就是被这个阿斯麦尼康还有佳能三家把持 而这三家的技术差距呢还非常大啊 你别看市场份额之间这个阿斯麦已经很大了 是百分六七十的市场份额 但是更大的差距呢 还在于这种技术水平的差距啊 就跟我上一集里面讲这个芯片制造工厂里面 这个其他厂家跟台积电的差距一样啊 不光是这种市场份额的差距 更重要的还在于技术差距 还有就是产品良率的差距 那可以看到这个阿斯麦是这个市场份额很高 刚才讲了百分六七十啊 他的市场地位很稳固 那第二梯队呢就是这个佳能 第三梯队呢就是这个尼康啊 就是他两家之间的技术之间也有差距啊 他们是就是差一点的中低端的光刻机 他们可以做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张图啊 就是这个关于光刻机的营收的分布啊 营收的分布 其实光刻机的客户呢很集中啊 就那么一些 你比如说第一大的是台湾 是吧台湾呢主要就是给台积电啊 那第二大的呢就是这个韩国 韩国就是两家三星和海力士啊 做存储就三星它是IDM了 海力士做存储芯片 然后呢还有中国对吧 中国有一些厂家 再就是美国 美国就是英特尔啊 他们很多呢呃 这些客户加起来可以看到 就是韩国台湾和美国 这三个区域的客户加起来的市场份额呢 已经达到百分之八十啊 所以这个客户也非常集中 玩家非常少 那接着呢我们再看一下 阿斯麦的这个营收情况 那阿斯麦在2019年的营收呢 是达到118亿欧元 净利润是25.9亿欧元 可以看到净利率非常高 在百分之二十多的净利率 那未来呢 这个市场预期还会继续增长 因为5G的推出啊 人工智能啊 这个物联网啊 还要大量的用到芯片 接着我们再看一下啊 就是看一下呃 这个大陆呢 其实在17年以后啊 上马了很多的这个晶圆厂啊 就是大家像大跃进一样 这个上马了大量的这个晶圆厂 都要投资在芯片领域有所投资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表 那这些投资可以看到 大部分呢还是支撑比较啊 支撑比较落后的一些这个晶圆厂 那关于这个大陆各个地方 上马这种呃 芯片制造厂呢 其实中芯国际本身是比较头痛的啊 他这个创始人呃 不是创始人 他的这个董事长啊 这个有一次说到 就这个关于这个其他各地上马晶圆厂以后 对他们带来的一个压力 一个就是人才的压力啊 导致他们人才流失啊 各地呢争相高薪挖角 第二个呢 就是低层次这种产品的恶性竞争啊 因为大家的这个技术水平都差不多 中芯国际呢 他的这个主营的产品 上次也给大家看了啊 基本也是在65纳米啊 180纳米这个区间 是他的这个主营收入贡献的大头 那其他各地上马的这些晶圆厂呢 这些芯片代工厂呢 基本也是落后产能啊 也是偏比较落后的产能 所以说就跟他进行 产品的恶性竞争啊 给他带来非常大的压力 那现在中国大陆呢 他的技术停留在哪里呢 就是他是希望通过两三年的时间呢 就是能够把28纳米的这个光刻机 完全自主生产出来 这是他就是近期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目标 所以说专门有一个02专项 02专项就是这个集成电路制造方面的02专项 突破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就是在28纳米的光刻机 那承接这个任务呢 就是这个上海微电子装备啊 这个公司呢是A股的上市公司 上海电器的子公司 好最后呢给大家总结一下 那今天呢我们分享了中芯国际上市的一些情况 尤其是讲到了这个超额配售选择权 其实呢我相信听了我这个解释啊 超额配售选择权也没那么高深啊 它其实就是一个机制的安排 就是你只要把这个原理理理解好就行 那它的这个超额配售选择权这个机制呢 要想行使呢就是需要这个大盘股的发行股数 在4亿股以上就可以用这个超额配售选择权 你就可以用这个机制 那接着呢又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光刻机的一些情况啊 这个这个可以说集结了人类智慧结晶的一个半导体设备 尤其是这个集子外光刻机确实是巅峰之作 而且也是全球产业分工协作的又一个典范 由此呢也可以看出啊 中国芯片产业的发展的路呢 还有很长要很长的路要走啊 这种集结举国之力 而且用这种无限资金砸的这种模式能不能成功呢 我觉得这个恐怕又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大的一种产业实验吧 让我们拭目以待 那好今天的分享先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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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